基隆市议员张耿惠在市长施政总职群中 拿出位在七堵区风景秀丽的江子辽山上 新建大约20栋吉村农舍建筑照片 质疑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到底是别墅呢 还是农舍呢 合法吗 这不是别墅啦 这不是别墅啦 你认为这样的 这种吉村农舍 一切合法吗 你告诉我今天的日期 110年11年10月3号 现在10点11分 你起来跟我答复 等一下我 起来跟我答复这一切合法吗 吉村农舍现在是别墅 一切合法吗 你起来先跟我答案 你只要跟我说一切合法 下一次历史的建政会追究责任 你要负责任 各位市长 这个刚才本期讲 你在任内 我们不要再说这个是前途准的 你也二次变更 你也变更太多了 二次三次 你的任内 一切经合乎规定 你就讲一切都合乎规定 这样就好了 不要再牵扯其他 我知道就好了 机董事长林又昌答复 市政府各单位一定依法 依规定办理 不合法的事情 没人敢做 好谢谢张感恩议员 我想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 我们的同仁一定是依法办理 依法依相关规定办理 这个一定要合法 不合法的事情 没有人敢做 所以你刚刚的这些问题 我相信我们同仁一定都是依法来办理 第二个是你刚刚有提到某个 陈情的一个个案 可能因为我们有一些农民 他可能不了解相关的法令的一些规定 或者是程序 或者什么申请 不过我记得在我们大会上 针对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曾经处理过 也就是我们把那个水保的相关的那个 我记得应该是那个采法的那个表 有一个副表 那个我们做了一个处理 也就是说 可能等一下可以请采法处黄署长 再做补充 就是这种 就是说他有这个 不是一下子马上做采法 我记得在上一届的时候 就已经处理过 所以不应该有这个问题才对 那如果有个案的这个疑虑的话 可以请我们黄署长这边 再进一步厘清跟协助 谢谢 我这边 想要做处长 市长也讲得很清楚 针对马东里 当初本席也到现场去看 张耿辉指出 欺读马东里有一位农民小老百姓 种个菜 部分房屋快塌陷 用土加固 就被市政府惨罚处 依照违反水保法处理要开罚 实在和集村农舍处理方式差太多 不过市长林佑昌解释 个案裁罚如果有疑虑 可以请惨罚处再进一步厘清和协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好 好 感谢观看